加油 推着住行器 一步步开心走上街 游行队伍沿街发送象征 重生幸福的彩蛋 来自伊甸基金会的游行队伍中 小小兵人偶最受欢迎 连重度自闭的小伦 都开心牵着他的手 这一幕在小伦三岁那年 妈妈根本连想都不敢想 奇怪 孩子就看起来 外观方面都很OK 对啊 怎么会这样子 个头一直很高壮的小伦 三岁时还不会说话 就医确认是自闭症 当时小伦常因为 没人理解而发怒 小伦她就是情绪 非常的没有办法控制 那甚至于会有智商的行为 无法与小伦沟通 妈妈好自责 家住林园离市区的医院太远 往返至少要两三个小时 幸好医店在林园有早疗中心 三年就读期间 妈妈比孩子还认真的学习 渐渐了解自闭症 我们要回去摩托车 三 四 五 即使再想完 妈妈都能让她乖乖回家 现在读二年级的小伦 生活琐事能自理 直排轮也溜得很棒 变开朗的妈妈 还要带着数次很敏锐的她 继续学习 探索未来的一片天 大海新闻 陈一真诚立委高雄报道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